大家好我是农村自检房的赵岩 我们第一次拉的水泥11吨 基本上来说已经所剩无几了 今天呢又拉了2吨的水泥 这个水泥呢是需要打这个圈梁来用的 所以这个应该2吨应该差不多 我们之前拉的水泥呢这边还有一点 那么今天的话继续把这个角落这里 整体把这一块给它做好 这个做好之后呢 就说这个下面地基的第二层 才算是整体铺设完毕 现在今天就收尾 把这第二层收尾 收尾好之后 上面就该绑这个钢筋了 还做这个地圈梁 但是竟然是盖子 在这边是重点的 两个陈梁 你是侮达做的 可以 现在我把这个地圈梁的钢筋的高度 把这个钢筋有的该穿穿一下 然后高度给它简单的固定一下 今天能绑多少就先绑一绑 要不然这个一天时间应该是绑不完的 这个客厅前门楼的柱子也开始下坑了 下庄 这个是400x400的 现在是一个大柱 因为我们这个客厅的开间是6米8 就这两柱子中间是6米8 所以这个柱子我准备做一个大方柱 大方柱会看起来更加的大气一点 但这个柱子也比较高 比较重 柱子的钢筋这个穿好之后呢 这个钢筋就开始来绑了 绑这个东西还是挺讲究方法的 要不然的话就很难很难绑 所以说当这个钢筋穿好之后 需要把这个钢筋都得套好 现在这个搅拌机呢出问题了 这个轮子 这个轮子上面的香蕉片被磨掉了 这个磨掉之后呢 就需要换整个轮子 把这整个轮子都需要换一下 这一辆痛得浓 见嘴浅 见嘴浅不出 差不多 是吧 这个这个轮子 见解说不了 这是 这个轮子 这是 这叫轮子 这个轮子 这叫轮子 再地轮子 打开 这个轮子 这叫轮子 这叫轮子 再轮子 对 这叫轮子 让它 来 我 我 我 你把面子弄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朋友们加个小广告 大家一直问的咱们家的蜂蜜 已经下来了 需要蜂蜜的朋友 大家自己可以看一下 咱们家的蜂蜜 就是这种 真正的大山深处的天然纯蜜 没有任何的添加加工的 就是这样的蜂蜜的成熟蜜 有需要的朋友 自己可以看一看 好了朋友们 所有的柱子呢 全部都已经立起来了 今天基本上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